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真情履历》 我是主持人华轩 不老骑士的故事 曾经撼动了无数的观众 今天的特别来宾呢 他在学生的口中是脱鞋教授 同时也是一位 相当热血的不老水手 一起来看看苏达珍的故事 我是苏达珍 学生都叫我脱鞋教授 跟大家都一样 从小就是在台湾长大 学校家庭或社会 给我很多的空海教育 所以小时候一直到我 夏威夷流血之前 我对海洋的印象也是觉得 它是一个让人家觉得害怕 然后进去到海边去玩 这样的教育事件之下长大 那后来因为到夏威夷去 然后发觉那边人是 非常的亲近海洋 那从夏威夷回来以后 我就很想把这样的一个 岛屿国家 跟还很亲近的这样一个理念 让国人开始也能够去认识 亲近喜爱我们台湾的海洋 从2009年第一次独木舟环岛 2011年 那我们开始成立这个基金会 2013年我们带领一堆阿公阿嬷 开始划船 然后绕过清水段来 然后在2014年 我们完成了一部梦想海洋的电影 2015年 我们带着伦理族的这些 所谓的残障人士 我们也划船划过清水段来 慢慢的社会上开始了解说 海是可以亲近的 海洋精神就是 你多冒一点险 然后你会获得比别人 更多的机会 所谓冒险 不是说冒着生命的危险 短大妄为 其实我在夏威夷 就得到一个很大的启发 所谓冒险是 周翔的计划 谨慎的实行 就好像我们说要划船 划到日本银来的国岛去一样 这是一个梦想 那对大部分人来讲 就是梦想就是梦想 就是跟理想是有差距的 那我个人想要讲的这一句话就是 所有的梦想都是可以实现的 但是它不是明天才开始去做 所谓明天会做的事情 就是下辈子才会做我的事 你这一辈子的成就 就是你今天跨出的那一小步 今天要介绍为不老水手 他拥有着无限的海洋梦 每次想到独木之后 就会想到他 欢迎苏达真 苏老师你好 主持人你好 我是拖鞋 大家好 每次只要看到苏老师的打扮 你真的是很酷耶 你永远都是一个夹脚拖 对不对 在夏威夷的时候 就很难把鞋子穿在脚上 所以回到台湾的时候 就研习的那个习惯 那后来在海洋大学教书的时候 因为都是带鞋生到海边去 所以海边的话 也很难把鞋子穿在脚上 所以九二九十 就好像天天都穿着拖鞋 后来就教书拖鞋 拖鞋就变成我的外号 没错 因为你教书二十五年的期间 最大的特征就是 老师就冷面笑将 有没有 看起来也很严肃 但其实有点搞笑 然后还有脚上这个夹脚拖 就是它的特征 这一切说起来 就是你有个海洋梦 所以在早期的时候 你有到好娃伊去读书 那你那时候读的是什么 那时候因为食油工业 非常的受到重视 所以我读的叫做海洋工程 就是到海上去做一个专井平台 然后潜到水底下去看那个平台 在海上的运动情形 那因为这样一个海上的经验 后来海洋就变成我的一个爱好 那时候去读书的时候 大概是西元多少年的时候 因为夏威夷变化很大 三年前吧 三十年前 假的是 应该有三十年前 三四十年前了 对 那你那时候三十年前 来到这个夏威夷州立大学 在研读的时候 你看到了夏威夷的海洋是什么 其实从台湾去的时候 我本来以为说 夏威夷应该跟台湾会很类似 但是后来才知道说 台湾的人是很怕海 但是夏威夷的人 好像天天都在海里面 那我每次到海边去的感觉 好像海里面的人 比陆地上的人还多 大部分人都是在海里面 那以前在台湾的经验 或者是现在还在台湾的感觉 好像海边都是没有人的 我们小时候的教育 就是比如说爸妈 包括我自己的爸妈 就会说我告诉你 曾经有人在这边就是有伤亡 你不要靠近海 其实是很危险的 对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 我后来成立 舒缓基金会的原因 那我一直认为台湾的教育 都是所谓的恐海教育 把海形容得非常的恐怖 那夏威夷给我的一个教育方式 好像他们是一个青海教育 让每个人都去亲近海洋 那恐海教育跟青海教育 哪一个是比较正切的教育方式 好像恐海教育意外事件 还比较多 因为大家可能有些人没有学会 可能基本的游泳或者是救生的观念 你那时候看到夏威夷 因为我之前去夏威夷三次 我都有去恐龙湾浮潜 然后我有去西部海岸看金屯 看海龟 我想说 可是找夏威夷本地人告诉我说 就像你讲 你那时候去读书年代的夏威夷 不管是珊瑚礁或者是海洋 当你潜水下去的时候 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景象 对 也许 你发现你看得比我还多 我在夏威夷休学六年 就只有教室寝室实验室 教室寝室实验室 那不是研究这个专有的这个品牌 不过因为后来的研究计划 是到海上去做很多研究 所以后来就是在夏威夷 协会的潜水 协会的冲浪 协会的所有海边的一些活动 那就爱上了这个海洋 那我认为这样的一个学习过程 才是真正你有学习到 你应该学习的东西 所以我后来回到台湾的 一个教学方式 也是实际的带着学生到海边 去做从事 实际的在海边上做活动 而不是导师在试本上 海洋物理 海洋化学 海洋地质 海洋生物 这样好像你对海洋的印象 并不深刻 而且你也没有真正的 去了解这个海洋 你是回到母校海洋大学教书吗 你就像我们开场介绍 你就是这样的一个风格 学生都很喜欢 一般遇到教授 有的甚至想躲都来不及了 可是为什么大家学生 都这么喜欢你啊 我上课 比较轻松 然后没有学生被我当掉 所以应该是 这么好 对 谁来讲 这个老师比较好混吧 听说你还有什么爱情顾问 你还有什么三套理论 因为我们知道大学 大学任你完四年 中间可能就会想说打工 然后除了考试交报告之外 就是谈恋爱啊 那有些学生可能 你最近看到心情不好 你可能就会说你怎么了 老师没有老师恋啦 对 我觉得在大学时代 那个男女学生 有个谈恋爱的过程是满重要的 但是你有那个三个理论 我觉得太有趣了 讲第一个 那个买乐透啦 对啊 因为那主要是当初有一个学生 他非常的木讷 然后他大事的时候跟我讲说 他来海洋大学四年 只有去过读书馆跟教室 那我说你这样子大学四年 大学四年太可惜了 一定要尝试去交个女朋友 然后他说 他只要跟你孩子讲话 就从头一直红 红到脚底 所以我那时候就讲一个理论 给他听 我说你跟你孩子讲话 事实上你是在对他做慈善事业 那男孩子就是有这个优势 因为你去赞每个女孩子 长得很漂亮 赞每个女孩子 今天衣服穿得很得体 他的发型很好 事实上 那个女孩子听起来是会很高兴的 那不管那女孩子是 骂你穿呀长或什么样子 事实上你是在做慈善事业 给那个女孩子 你如果用这种心态 去跟女孩子交往 去跟她谈吐的话 应该人家对你的这个反应会很好 那你就不要非常害羞的说 我怕跟你孩子讲话 然后人家不理我或什么样子 你就以买乐透的心情 多买多 有几率比较高 乐透 其实买乐透的大家后来都弄理了 买乐透就是为了中奖 不见得啦 买乐透真的 我们当初的用意就是要做慈善事业 只是不小心慈善事业被你中奖了 以后就变成买乐透了 但是买乐透 你要有慈善事业的精神才去买 那有没有中 你都是做慈善事业 这个就是教女朋友的方法 那除了这个买乐透理论之外 那很多人就是想说 现在的人很多喜新厌旧 那遇到这状况 你怎么去排解 对 像那个有谈恋爱就有失恋 那个失恋了 我的讲法是就是 用手中有一只小鸟 这样的理念跟大家讲 我们都很喜欢把这个美好的事情 拥有在身上 但是如果这只很美好的事情 是一只小鸟的话 你把它捏在手上的话 那只小鸟是活得不快乐的 变龙中鸟的感觉 但是你把它放开的话 它又挥走了 那到底你应该起水一下 我是把它捏住呢 还是让它飞走呢 那一般这样的起水 也没有太大意义 但是我后来讲话就是说 你一定要让它飞走 因为它如果飞回来的话 它永远属于你的 这是你在面对海洋的时候 你所得到的一些体悟吗 因为我们知道说 像我自己本身心情不好的时候 我特别喜欢去海边 因为你看到 你看这么大片海洋 然后当你独自一人 站在海边的时候 你就觉得你自己好渺小 对 当然你看到那个海洋的时候 你不可能把整个海洋 握在手上 你一定要去 你去拥抱那个海洋 而不是让海洋来拥抱你 对 不过你知道现在很多人 可能想要搭船出海 就会遇到一些关卡 因为你看你要申请的问题 像你觉得台湾如果要 让这个大家的恐海症减低的话 有没有什么对策 你可以建议的 因为毕竟你说现在 像我们有时候去采访 有时候出去 可能海巡署这边 可能就是他说 那你要看你的东西 你要申请 然后所以有没有什么建议 对 其实我们现在的教育 是针对年轻族群 希望他能够侵海进海 我后来觉得说 其实应该 长一辈的人也要教育一下 尤其是政府行政部门 我们应该给他教育一下 让他对于海洋有个新的一个 海没有那么恐怖 应该带他去亲近 这样的让他认识 因为行政官员总是以安全考量 以管理制度面考量 只要大家都不到海边去 我就很好管理 只要大家在海边都不出事 我就很好管理 但是到海边去我就很紧张 出了事情我都要负责任 那用这样的心态 来面对台湾的一个 海洋教育的话 我想目前是一个 台湾之所以会越来越封闭 越来越空海 是这样的一个思考理念 所以我也希望说 如果我有机会的话 能够让我们这些行政长官 也慢慢去接触到海洋 我曾经做过一个调查 我们这么多海岸线的管理单位 首长 副首长 一级主管 没有一个是懂海洋的 我们就离海这么近 可是可能他们对于海这个领域 不是特别地了解 那遇到这样的状况的话 可能就是在沟通的理念上 要慢慢慢慢地去改变了 那你从教育年轻下一代这个开始 就好像是埋下了一颗种子 希望他们这些种子 在他们到了一定的年纪的时候 他可以慢慢地茁壮 对 希望至少下一代的人 不要像我一样 从小到大 家庭社会 学校 国家 都是跟我讲孔海教育 那慢慢地 我们可以把年轻人 有一些青海教育的理念 然后开始让他对海洋 一个比较正确的观感 没错 就像苏老师说的 其实台湾就是 环绕着美丽的海 台湾海峡 太平洋 巴士海峡 北部的海岸线 非常的漂亮 我们应该要亲近海洋 所以他在退休之后 来到了花莲 岩寮这个地方竹梦 我们下一段回来马上分享 今天的来宾苏大臻老师 在二零零九年退休之后 他移居到哪里呢 就是东海岸美丽的花莲岩寮 这里有一个追梦农场 这时候好好请教老师 你的追梦农场 你在退休之后 你怎么样打造你的海洋梦想 其实追梦农场的 这样的理念 不是真的退休以后才开始做 之前就有一个 大概在退休前十年 就开始规划这件事情 因为我一直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 能够再回到夏会议多好 那后来就觉得说 好像更多已经扎在台湾了 回到夏会议的梦 越来越遥远 我后来那时就改变 我的思考逻辑说 那把夏会议搬到台湾来 因为花莲太平洋 直接就面对太平洋 我后来发现 花莲就是一个很美好的 一个海边的一个活动基地 跟夏会议很像 那你只要把这个花莲 稍微整理一下 你可以把很像这里 就变成一个台湾的夏会议 老师 那我很好奇 你退休之后 你每天在这个岩寮 你是不是有一个固定的生活作息 比如说你早上起来干嘛 然后你到这个日落之前 都做了些什么 一开始就那天出草嘛 那一片忘年 光出草这边出草那边去 这边草又长起来 有农夫的感觉 一开始是蛮辛苦的 因为你要开始整理这个岩期 开墾 开墾岩期是蛮辛苦 然后我就搬了一个货归屋 自己就住在货归屋里面 大概那个货归屋 所以我在住了五年六年 还蛮辛苦的 那那时候刚去那里 然后整个东海岸线 还没有什么人 那当地的几个阿美族就笑说 我们村里来了一个大学教授 那个大学教授 搭上去 主委在那边除草 其实花蓮土地会连人 然后他还卧虎昌荣 我后来才知道 在我那个海岸线里面 有一个宗教家 如果时常走通海岸的印象 叫做欧忌富 他就是一个清教徒式的生活 还有一个文学家 他就是非常在文学上的著作 很出名 所以那个宗教家 叫他的地方叫做净土 干净的土地 那文学家称呼他的地方叫做梦土 非常有梦想的土地 然后我就把我的农场 就称之为热土 很快热的土地 现在号称为岩寮山土 岩寮山土就在这边 早上起来可以看到 从岩寮这边海平面 可以看到太平洋 这时候来一杯咖啡有没有 对 其实那个是 真的是无形插流 然后下面是一个核花池 然后我的卧室躺着 就可以看到太平洋的日出 从海平面上出来 怎么会这么办 对 我就觉得那些 去阿里山看日出的人 实在太可怜了 十三、四点钟 要起来坐小火车 然后好冷跑到床上 不见得看到日出 我天天躺在我的床上看日出 因为太阳是东边升起 西边落下 所以你的位置是绝佳的位置 对 我们花蓮没有夕阳 没有黄昏 但是每天可以看到 非常美丽的日出 你在退休之前 其实你做了一个很疯狂的事 因为你知道台湾四面还寒 然后你就用独木舟环台一圈 很多学生说 老师这太棒了 不然你按个赞 对 其实那时候还 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全国还都看衰 因为那时候 大姐生叫草莓族 然后这个草莓族 可以滑到独木舟 绕台湾一圈 几乎没有多少人 会相信这件事情 那时候 假的这环岛是很夯的一件事情 但是独木舟环岛 我们是首创 没有人这样做过 那要出去的时候 学校当然会质疑 那这个刚才讲海星塾 什么单位还要去沟通什么样子 那学生到底有没有这个勇气 有这么毅力 那你老师要付出多少代价 其实到最后 我最大的压力是 学生的家长 担心孩子的安危 对 学生的家长说 你老师办这个活动 我的小孩子 你的安全是怎么照顾的 那所以这个是 我们当初做这个活动 我认为最困难的地方 但是绕一切下来 我觉得最大的回馈 也是家长对这个小孩子的信心 跟认为说 我的小孩子因为参加这个活动 然后他人生得到自我肯定 这个是我认为独木舟环岛 一个最伟大的成就 我很好奇 因为我自行车环岛 我是骑了两次 我的角度就是在陆地上看台湾 但是华独木舟 他所看到的台湾的视野 是不是跟你在陆地上看 是完全不同的视野 对 我就实际上 挤清水断来这个历史 清水断来很多人都去过 然后都是清水断来很漂亮 我们都是在梳花公路上面看 这个台湾十大井之首 清水断来 大家都在断来上面看 那个太平洋 其实我是觉得 这没有什么好看的 你应该在一个 在太平洋上面 然后看到那个清水断来这样 高崇两千公尺的现在峭壁 然后后面是太阳光射下来 这个海面上是金黄色的 然后那个是个苍翠的山壁 那个是人生最大的享受 那个是叫做 为什么我们称之为 我们生长的土地叫做 呼尔摩沙 就是因为你在太平洋上面 看到清水断来 你自然就会赞叹呼尔摩沙 所以从海上看台湾 真的是一个 另外一个一百八十度 完全不同的体会 不同的景象 你的学生在经过这个 独木中还台 他给你的回馈是什么 除了他认为说 从不一样的角度看到台湾 对他的人格特质来讲 因为毕竟独木中 你会遇到下雨 会遇到这个海况 遇到各种的困难 那你有沒有觉得 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 比如说他们克服了 某一项困难之类的 那因为过程中会建立很多革命情感 那这也是后来为什么我们就 这批人一直持续到今天 然后做了很多海洋上的活动 不过他们得到的最大的一个启发 我认为有参加独木桌环岛 或是有参加这些冒险活动的人 他们最后会有一个提论 就是我要有 人生要有大梦想 不要只有小切心 一般的大学生现在 我今天能够多吃一个蛋糕 我好高兴 我今天有得到一个小切心 但是问他说 你人生的大梦想在哪里 很难说出口来 在苦闷的时代 我们都会追求小切心 包括团购美食 吃到什么排队的东西 然后就马上打卡炫耀一下 对 所以当你人生 对自己很有自信心 你对你人生 有很大的期待的时候 你会开始建构一些大梦想 那不要只有每天 都是为了一些小切心 然后就自我满足 我想这个是独木桌环岛 那时候对整个团队 最大的企划 所以在退休之后 你不但是有独木桌环台 带领着学生 然后你干了一个 梦想的农场之外 还有成立一个基金会 这个基金会也对外办了一些活动 跟海洋有关的 是什么活动 基金会当初就是这一批人 然后他们想说 大家毕业的 然后大家事上开来 这样不太好 所以希望有一个 大家聚在一起的场所 然后实际来推动一些青海教育 那我们基金会成立以后 从二零一一年到现在 我们办的花东船旗 船是船旗 但是船是开船的船 旗是起脚踏车的旗 那个是整个花东船岸线 季节船只最多的一次 大家可能不相信 问大家说花蓮台东这一段 总共有几艘船 其实我没有统计过 零 所以大家以为这花东船岸线 称我漂亮的船岸线 应该是环影点点 是零 到目前为止是零 大家不敢相信 我们花蓮跟台东 是没有船的 我知道在巴黎有蛮多的 然后也计算还不相信 督睦州在 在华庄海洋 在那边华来华去 是合华还是不合华 这些都是很大的华语 虽然我们提倡了这么久 然后花蓮台东 做是最漂亮的海洋 这个沙滩什么一大堆东西 实际上我们海洋活动 几乎是零 所以我们就办了很多 清建海洋的活动 花东船岐就 骑着脚踏车过去 滑着船回来 那是我们有史以来 花东海面上最多船只的一次 然后我们开始堆下扎根 什么新台湾人的这一代的 让他结束这个海洋交易 我们一个最伟大的成就 就是把一山山上的 一百个小朋友 把他带到海边来 玉山是三千九百五十二公尺 你带到海 把他淋的这个海平面线 我们替他办一个夏令营 那这些布隆族的小朋友 他这辈子没有看过海 那起因是这样子 起因是那个 他们是延伸合唱团的小朋友 那个 校长就叫他们唱一首歌叫做 美丽的海洋 那布隆族的小朋友就讲说 我们没有看过海洋 为什么要叫我们唱一首 我们没有看过的东西 所以下午就带他们去看日夜谈 看日夜谈不是海啊 对 所以因为有这一段过程 后来 袁浙和唱团就跟我们联络了一下说 我们想带小孩子去看一下海 那因为有这个机会 我们就把一百多个小朋友 接到 树环海洋基金会来 你知道那个小朋友 第一次看到海 反应是什么 那海浪一上来的时候 一百多个小朋友向后逃 真的假的 因为他们没有看过那个景色 不弄的小朋友眼睛都圆圆大大的 对 他真的很大张 很惶恐 然后全部往后逃 但是第二天 全部向前冲 全部叫不回来 我们给他戴安全帽穿 穿航行衣穿鞋子穿 全部都给脱瓜 然后就往海里面冲 所以事实上你没有给他这个机会 没有告诉他怎么玩 没有让他去接触这个大自然 他当然会有恐惧的心态 但是你如果教他怎么玩这些东西 没有一个小孩就是说 不喜欢玩水的 那像这样的活动 我们办了很多 我们后来办什么 不老水手 不残水手 什么一大堆 我们到最后 去年我们一个最伟大的活动 就是轮椅足的 可以去划毒木舟 通过情水断癌 这是台湾首次 世界首创 大家一定想想说 轮椅足的怎么可能坐在船上 划毒木舟 一定的困难度 其实我后来想一想 因为那些轮椅足的 坐过脚踏车反打 我就想说你没有脚 你怎么骑脚踏车 没有脚的人就应该在划毒木舟 后来想也对 因为他们是骑手摇车 对 手摇车 其实因为他们的 肢脏的关系 所以他们上半身 是特别有力量的 所以他们在划毒木舟 我认为是合适的 所以后来我们有 就找了大概八位 肾脏的选手 然后大概经过两三天的 这样的练习 我们带他们划过情水断来 老师办了很多的活动 都非常地有意义 那么等一下回来分享 就是苏老师的 不老水手海洋梦 还有哪些精彩内容 马上分享哦 到达了 赶快进去 你手一直划 划24小时 就上达日本 比那国大 比钓一台还近 我只有跟我妈讲说 我要去环游死心 那可能 不知道 我在讲什么 从我们家后面 就划出去 这样的出镜手机 我们算是第一个 好少了 莫要练他跑 你需要的船就是最好的船 我们想让我们踢那个 踏踏踏踏踏踏踏 就长这样吗 原来要结局了 怎么办嘛 国王哥 怎么办嘛 等一下 等一下 现在是大浪 前为了 麦克星 比了 验 北 看看 跟 下 我们 我們已經忘記了 我們出現是一個航海的航空 靠著獨木舟 征服了整個態度 小心 過來 當一群人懷抱的懷疑很像 這個變得真實 到超神了 小心 小心 好痛 小心 說老師這個紀錄片太熱血了啦 夢想海洋 看到這一群猛男們 在滑獨木舟的姿勢 然後老師就是好像是一個總教頭 有沒有就是 雖然看起來有點嚴肅 其實學生都很喜歡你 因為你這一個夢想計畫 讓這一些 外號稱是草莓族的小男生 他們心裡都變得更堅強 對 事實上他們來到 拍這部電影的時候 就跟一般的人是一樣的 對海也是一個陌生的 但是經過這樣一個洗禮以後 他們對海就是 影片上看出來之後 非常有熱情 我看到這個影片說什麼 快要到沖繩裡面 當初整個計畫的目的地 是沖繩是不是 對 我們打算就是從花蓮滑出去 就一直滑到日本 然後做我們這整個計畫的結束 那這樣航行需要幾天的時間 其實我們的計畫叫做 背包客 環遊世界的背包客 那我們計畫是跳島式的背包客 所以是一天跳一個島 或是兩天跳一個島 一個島一個島跳過去 用這樣的方式來變成 我們所謂的海洋背包客 就跟一般的背包客 到一個背包客棧一樣的方式 只不過我們走的是水路 很累耶 你看你這二十四小時的 那個體力有沒有 還會遇到一些浪況不一樣 那這個計畫到最後 執行得怎麼樣 其實在拍這部電影 到最後結束的時候 我們還沒有出發 我們大概走到山海裡 然後就被相關單位叫回來 被召回了 所以我們整個電影就拍攝到說 我們船滑出去了 那 到底是什麼樣的位置情況 這個電影就結束了 就是嗶嗶回來 犯規回來 所以電影在最後有講一個 事情叫做南風再起 那這件事情必須要 持續再做下去 那就在拍這部電影的時候 後來剛好 日本沖繩國立博物館 他們有發表一篇文章說 他們認為日本人的祖先是 三萬年前從花蓮划船划過去的 那剛好跟... 三萬年前耶 對 就剛好跟我們的理念是一致的 那他們找到這樣的一個考古證據 但是他們沒有辦法理解 三萬年前怎麼有可能 划船划到日本去 那時候也不是很好的這個 對 這個材料去做船 那時候還是石器時代 連那個刀斧把它樹幹挖空的 這樣的技術都沒有 所以唯一有可能的 的船技就是竹划 只是一個簡單的竹划 可以從花蓮一路這樣子 到沖繩到日本 對 他們認為唯一的方式 就只有這樣子 但是他們沒有辦法相信說 真的有人從花蓮 然後就竹划就划到日本島 這件事情是可能嗎 但是考古的證據就證明 的確是這個樣子 所以他們就想說 那我們現代人來試試看 所以老師你該不會很瘋狂 你就是要有這個計畫吧 是的 我們就是現在就在做這件事情 真的假的 你要用你那個竹划 你真的是要弄一個竹划去 對 我們已經在做了 那個我們 事實上我們做了很多 也不是很瘋狂 我們還是有做了很多考證 然後認為阿美族 他們以前做的竹划 是什麼樣子 那當初的服裝是什麼樣子 當初的航海知識 是什麼樣子 那當初是怎麼看這個風浪流 潮汐如何導航過去的 我們是做了一些研究 我們認為這件事情是可行的 我一定要證明 我們是日本人的祖先 所以一定要滑過去 那這樣來說 你是要跟不老水手一起去 還是跟熱血的年輕人一起去 不老水手事實上是 另外一個夢想 那不老水手的這樣的理念 是當初因為 不老騎士這部電影 那不老騎士 毆地上歐巴桑 騎摩托車到台灣 也是很感動很多人 那這八名的水手 你怎麼號召過來的 其實一開始很難 都是不幸變成我的朋友的人 就被我恐嚇 說是不是朋友 對 然後其中有一個就是 他本身就是在推動 銀髮族的這樣的一個生活 他鼓勵銀髮族的人 一定要走出戶外 一定要跟大自然界有互動 那我就說 你就是 你鼓勵人家 你自己都不來 好了 我就來 所以第一屆的這個八個不老水手 都是因為這樣的方式 然後大家來參與這個活動 但是也是就受到很多媒體的重視 第二年我們就來了四十幾個 就非常成功 那我們今年2016年已經辦第四屆了 我們今年已經走上國際舞台 我們稱之為國際舞台 很棒 我們還是要滑過清水段來 人生 青春不留白 這個白髮族也不要留白 那十萬基金會現在提倡說 生長在台灣的人 有三件事情一定要做 不然就 愧為生長在台灣 人生會有遺憾 第一個一定要爬上玉山 玉山 對 台灣第一大 常聽到 第一高中 第二個一定要游過日月潭 這個我也做過了 三點三公里 第三一定要划船 經過清水段來 人生三件事必須要做 我玉山還沒有爬過 然後日月潭有從水色碼頭 游到伊達嫂了 那現在就是清水段牙的話 有機會跟蘇老師可以去划 那這個清水段牙的話 大概要划多久 它的全長是十二公里 那一般獨木桌 大概一小時可以划四公里 所以大概三公里 就可以通過清水段來 並不會很困難 三四個小時左右 對 那這個也不難 因為如果你騎單車環島的話 平均大概要花九天到十二天 才可以繞整個台灣一圈 對 所以不難 而且也不危險 請大家來參加 請大家不要這麼公開 不過提到這個危險度 其實還是要跟著有經驗的人 因為我們之前有一部電影很紅 少年拍的奇幻漂流 我自己看那部片 我其實看完心情超沉重 因為我覺得它還牽扯到 人性的這個比較隱晦的 這個黑暗的那一面 那也同時也有光明的那一面 你當初也是經歷過一個 二四四小時的奇幻漂流 那個 那個少年拍的故事 這是我最近二十年來 唯一看的一部電影 我很少去看電影 但是那個少年拍電影 那個廣告一出來的時候 因為我在海洋大學 我是教海上求生 那我是以這個早茶的心態 去看那部電影 因為海上求生 有很多必要的正確的知識跟技術 那我在想說 那個李安大概沒有學過 海上求生的正確知識 不愧是教授 我要去看那裡面 講的到底是合理不合理這樣子 那我後來就是 有去看這部電影 那我必須給李安 一個很大的肯定 他裡面所講的這些 求生的一個過程 其實都是正確的 除了那隻老虎很會吃 是騙人的之外 他是跟我想像中的一樣 那也是因為這個電影看完以後 我自己也覺得很常愧說 我教了二十幾年 但是都是純理論 我沒有跟少年派一樣 真正在海上 有漂流這樣的經驗 所以老師你要 給自己早茶一下 對 所以我後來 就自己到海上去給它漂 你漂流那二十四小時 你在想什麼啊 其實當初我給我自己的 期望是七十二小時 因為我們有講說 七十二小時是黃金時期 一般七十二小時 你自己要活得下去 那人家一定會找得到你 所以你必須自己在海上 活七十二小時 所以我當初給我自己的期望 是說 我自己一個人就在海上漂 七十二個小時這樣 但是我總共只漂了二十四小時 我就受不了了 我就開始求救 肚子餓嗎 其實肚子餓 不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晚上很冷 早上太陽出的時候 日夜溫差太大 太大了 我二十四小時回來的時候 我全身的皮全部都換一層 因為你風吹日在雨淋 你完全沒有智慧不已的情況之下 你的身體是附和不了的 由此可知 海洋真的是有時候 雖然容易讓人親近 但是你也必須抱著一個 比較尊敬的心態 不要說我有經驗之後 因為常常都是會發生一個狀況 你很有把握 但是你其實要注意安全 所以海洋教育有一個很重要的一環 就是當你在親近海洋的時候 其實你要學習很多的知識對不對 對 所以後來我們在蘇環基金會 我們推動叫做 海洋冒險教育 海洋教育 海洋本來就是一個冒險 所以它是一個海洋冒險教育 那冒險就是剛才華先生所講的 你要有一個充分的準備 充分的了解 才去做冒險這件事情 那我們後來對冒險這兩個字 有一個比較 像座右銘這樣的一個參數 說這個偉大的冒險家 都不做冒險的事情 所謂冒險是 周詳的計畫謹慎的執行 叫做冒險 所以我們現在在推動這些 冒險教育的時候 我們都是先讓大家有一個 很周詳的計畫 然後你在執行這個計畫的時候 你要非常謹慎的去執行這個計畫 完成這樣的一個過程 就是一個很偉大的冒險家 而不是說冒著生命危險 擋到妄圍全面去亂做 就叫冒險家 這剛好是一個錯誤的教育示範 所以冒險是周詳的計畫 謹慎的執行 沒錯 老師粗獷的外表 其實隱藏著一顆細膩的心 今天真的非常謝謝 邀請蘇老師來到現場 等我清水斷崖 我還沒有去過 我一定要讓你帶路 那我們今天節目時間有限 真的謝謝蘇老師來到現場 那下一回再跟我們分享 謝謝 謝謝主持人 謝謝 地球有百分之七十的面積是海洋 看完今天來賓的分享 是不是讓你更有心去親近大自然 親近海洋呢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節目分享 也歡迎到真情女力的官網 或者是FB粉絲團幫我們按讚喔 真情女力 重新出發 更多內容 我們下次再見 小心點 我們下星期的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